广东广州目前出现怪异现象 很多人都还没有准备好 一切来得太快了 五一小长假已经过去了 现在呢 即将来到六一儿童节 那在这里 我发现了几个怪异现象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 真的是太仿长了 一切来得太快了 很多人以为彻底放开之后 会迎来全面的复苏 生意会越来越好做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可是有一点 令很多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现在在广州那边 有一百万人分批离开广东广州 东网 还有那个惠州这些工厂那边 有很多人呢 他们呢今年呢 打算呢提前回家 不是为了回去过年 还有这么久 怎么可能过年 他们呢就是提前回家而已 然后啊 像上海啊 江苏啊 昆山这些地方呢 很多人呢 都已经回去了 那我现在呢 在武汉的街头啊 可以看到 往常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人 在工作日啊 节假日啊 才会人很多 就是工作日的傍晚 大白天下的雨 还是人来人往的 非常的热闹 这种现象 令我感觉到百思不得其解 可能是根据最近很多人都回来了 在广东那边呢 有很多打罗斯的工厂的人都回来了 怎么说呢 这种现象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可能跟这个原因有关系 就是那边呢 工资工资收入啊 以前的时候这个季节能够拿到七八千 但现在呢工资我问过了我几个亲戚朋友 他们说啊 现在工资啊真的低啊 只要交完社保五险一斤 基本上三千出头吧 然后还有房租啊 水电啊 生活成本一去还能落个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 能干嘛用 结了婚的根本用不了孩子的学费 老婆的化妆品 各种费用都是钱 所以啊 他们就选择提前回家 不想再打工了 以前那个工厂里面找人呢 都是那个工厂找中介 求着他们花钱去招人 现在恰恰相反 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 一本该是一百八十度的房转 变成了求职者打工人去找中介 中介给他们安排那个工厂 而且是求职人还需要花钱呢 以前工厂中介工人 是就是中介嘛 15年干了15年都梦圈了 中介反而去找工厂的那个老板呢 嗯 那个人事部门呢 以前是找他们要钱 现在是赚打工人的钱 所以啊 最近如果要输去打工的 一定要提前问好 到底是什么样的费用 免得来回的路费 没了 过去工作还没找到 本来手上就没钱了 借着的钱 凑着路费过去住个旅馆 找工作一天 住旅馆五十 对不对 你说撇一减的三十 吃饭两顿饭四十 喝点水买点烟 这一天下去 一百万元保底啊 十天半个月找不到工作 手上的积蓄全部都没了 所以啊 大家在找工作之前 一定要谨慎一点了 这就是我现在身边 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啊 都感觉今年的生意 确实比往年要有难度一点 不是说不能做 而是说今年竞争率特别大 各行各业迎来了遍地的开花 很多人都开始加入了 做生意人行业 不愿意安于现状 不愿意打工了 大家在街上就能看到 这街边的店铺啊 一个比一个多 但是手上 拧了购物的袋子的人 少之又少 这种现象真的是好仿常 好怪异 令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